萝卜干炒腊肉,不完米饭都不够,萝卜干温水泡发,挤干水分,切成丁备用,腊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冷水下锅,开最小的火,炒烫出咸味后捞出,锅内少油,倒腊肉,炒出香味,盛出备用,不用洗锅,倒萝卜干,炒熟炒香后,放盐,老抽,炒出这个漂亮的颜色后,下腊肉,红椒,生抽,翻炒均匀,盐锅边流些水, 萝卜干会更脆,出锅撒上大蒜叶,满屋飘香不可以出锅了,又香又脆,喜欢的收藏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以后要是想吃鸭血烧豆腐,你就像我这样做,保证你加米饭不够吃 水开下鸭血和豆腐,放一勺盐,这样煮出来的鸭血不容易碎,捉水两分钟熬出 豆瓣酱炒出红油,再倒入姜蒜米,小米辣,炒出香味,加半碗清水,调味加少许盐,鸡精 胡椒粉和生抽,倒入鸭血和豆腐,煮两分钟,水淀粉勾芡,退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鸭血烧豆腐,学会了人人夸米式大厨 夏至吃面是有长心之意,然而说起吃面,我还是想念小时候妈妈做的面 没有复杂的调料,也没用丰富的配菜,只是一碗简单的原汁原味的面,简单的调料,开水冲泡,再把煮好的面加入其中,就可以开吃了 哦,不对,还有一个宝贝也是我妈前两天寄过来的,跟面条搭配简直太满足了 这玩意儿耗尽十足,吃了一定要让别人远离你一天 这是我家孩子最爱的腐竹做法 天天吃都不腻,三个鸡蛋打散,倒入泡好的腐竹中 少许油煎至八面金黄,油热,蒜末炒香 下入西红柿炒出沙,加少许水,再下入腐竹,蘑菇 加盐,生抽,蚝油调味,靠盖炖煮五分钟,出锅了 腐竹裹着鸡蛋的焦香,太满足了 夏天不知道吃什么,做一道这样的手撕茄子 简单又开胃,茄子去皮,切断,放蒸锅水开蒸十分钟左右 放凉丝成条备用,再按屏幕上的配料调一个料汁 不吃辣可以少放小米椒,调好的料汁淋上茄子 开胃又爽口的手撕茄子就做好了 马上要过年了,年夜饭上做一道这样的福运八宝饭 祝福来年五谷分灯,福星高照 糯米和黑米按2比1的比率粉和 淘洗干净后,加水浸泡一个晚上 再倒入电饭锅,加与糯米齐瓶的水 按煮饭键,煮熟后趁热放猪油和白糖 甜度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节 搅拌并粉和均匀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碗 碗中刷一层植物油 先铺一层米饭,压层中间低,四周高 再放一块红豆沙,用勺子压平压实 继续往上铺米饭 一边铺一边压紧压平 找一个平盘将压好的米饭倒扣盘中 准备配料葡萄干,玉米粒,红枣和枸杞 福字摆中间,玉米粒为一个花边 红枣和葡萄干贴周围 水开后上锅蒸半个小时,出锅啦 一道寓意几项好看又好吃的八宝饭就上桌啦 今天又跟大家安利一道适合孩子吃的美食 我们那里叫猪肉蛋卷 二肥八瘦的前腿肉搅碎 加入字幕上的调料 孩子吃尽量放轻淡些 搅匀一旁备用 另外打三个鸡蛋,充分搅匀 锅内喷一层油,开始煎蛋饼 蛋饼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 像我这样就差不多了 再铺肉馅,摊平,卷成卷 就是这个样子 上锅大火蒸20分钟 蒸好的蛋卷放凉,切成厚快 其实到这里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但我喜欢用大骨汤煲个汤 水开煮三分钟 放少许盐和葱花就可以吃了 看把我儿子馋的 鸡翅怎么做最香 一定是这道咸淡黄蒜蓉鸡翅了 鸡翅从中剪开 变成这个样子 放料酒,多些生抽,一勺糖,蒜末 再加三勺梨子漆咸淡黄酱 一勺蚝油,拌匀,腌制两小时备用 锅内热油,下腌好的鸡翅 多翻几次面 大概煎五分钟两面金黄就差不多捞出来了 另起锅热油下洋葱蒜末爆香 再放三勺淡黄酱 炒出泡泡 下炸好的鸡翅 翻拌均匀裹上酱汁 出锅撒一把花生碎 满屋子飘香 小朋友吃到顺手指 又是吃萝卜的季节 做一个青萝卜丸子真的比酥肉都好吃 青萝卜和胡萝卜都切丝 开水超烫30秒 捞出几干水分切碎 加鸡蛋,葱花,盐,鸡精 食酸香,生抽,面粉 搅拌成糊状 油温五成热线丸子 小火慢炸至金黄捞出 Q弹酥脆真的比肉都好吃 上次做的萝卜丸子 我女儿说好吃 精神又得炸炸了一盘 青萝卜胡萝卜切丝 开水超烫30秒 捞出几干水分再切碎 加葱花,鸡蛋,盐,鸡精,生抽 13香,面粉,搅匀 不能太湿了 要能够团成团子 筷子开始冒泡下丸子 小火慢炸大概2-3分钟左右 炸至金黄 捞出,沥干,Q弹酥脆 真的比酥肉都好吃 腊肠不要总蒸个吃 试试这样做五碗米饭都不够 蒜苗切丁 腊肠切片 锅内少油 下腊肠 腌香后盛出备用 不用起锅 倒蒜苗 炒断身后放盐和生抽 炒银后倒入炒好的腊肠 翻炒翻炒 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就出锅了 喜欢的赶紧安排吧 无肉不欢的友友们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青椒酿肉 太下饭了 先按屏幕上的调料 调一个简单的料汁 再按调料表给肉馅调一下味 这个也是好吃的关键 搅拌均匀即可 青椒巨子 填入肉馅 锅内热油 煎至虎皮状 倒入调好的料汁 扣盖焖煮五分钟左右 大火收汁 美味就做好了 看看是不是非常有食欲 又到了满大街吃冰粉的季节了 学会这个水果冰粉 你也可以出摊了 锅中倒入500毫升水和20克白凉粉 搅匀并烧开水 倒入无惧放凉 划成小块 放碗中 加点冰块 放自己喜欢的水果 山楂 葡萄干和蜜豆 最后淋一圈红糖撒上黑芝麻 冰冰凉凉 好看又好吃 今天做炎热的夏天 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冰粉 做法简单 一看就会 锅中倒入500毫升清水 20克白凉粉 边搅拌边烧开 倒入碗中放凉凝固 用刀划成小块 加一些自己和别人喜欢吃的水果 葡萄干 蜜豆 山楂 撒点芝麻 最后淋一勺灵魂调味料 红糖水 好吃的冰粉粉就做好了 冰冰凉凉又结束 蒜蓉粉丝家 我觉得这三个搭在一起 简直是绝配 热油爆香蒜末 小米辣 加盐糖 生抽蚝油 搅拌搅拌 虾去头和虾线 剥去外壳 像这样留两节布剥 做好造型 跟泡好的粉丝一起 摆入盘中 抹上调好的蒜蓉 水开蒸10分钟 出锅淋蒸鱼食油和热油 好看又好吃